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来跟大家介绍 希望这个能够再加深同学们对于洛璃的印象 那你或许会觉得说 为什么还要再谈一次洛璃的品种 我们这次想要更多的来强调它的转色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转色其实关系到了就是洛璃的后手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拿捏洛璃的后手 你就不可能吃到一颗好吃的洛璃 所以呢 掌握它是早生 中生 晚生 掌握它是转色或者是不转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洛璃后手密码 大家看到了这条红色的线 红色的线以上的这六种洛璃 基本上它就是会转色的洛璃品种 那么这六种洛璃当中 包括有黑美人 甲选四号 红星元 甲选二号 台农一号 昂甘以及十月红 红色这条线以下的这四款呢 是不转色的洛璃品种 包括有朱祁早生 台农二号 绿金 后儿以及秋可德 那现在我们看到有两条绿色的线隔开来 分别代表的就是早生 中生 以及晚生的品种 那么早生呢 就是六月开始进入产期的这个品种 包括有黑美人跟甲选二号 而中生呢 就是七月到九月 是产期的品种 像红星元 甲选二号 朱祁早生 以及台农二号 绿金 那么晚生的品种就是九月以后的 有台农一号 昂甘 十月红 以及后儿及秋可德 在这十款的这个洛璃品种当中 我们把它区分成两种 第一种叫会转色 第二种叫做不会转色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会转色的洛璃有六种常见的是 一黑二加三红 这是一个简单的口号 一黑二加三红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实质的内容是什么 一黑就是黑美人 再来二加就是加选四号跟加选二号 三红就是红星元 红甘 以及十月红 那我们首先来看的是有关黑美人 黑美人跟加选四号 他们的这个品种都是早生种 就是很早就上市了 最早上市打头阵的 据说最适合生长的这个地点 就是在屏东的大内 大内的气温土质是最适合黑美人 这样的品种生长的 所以每年最早开始进入产期的黑美人 据说就是从屏东的大内开始产出的 那这个黑美人跟加选四号 他们的这个果肉都是需要厚熟的 而他们的果果肉的果实的大小 基本上都蛮相当的 那比较起来的话 加选四号的油脂是相对来说非常丰富的 8到14%会比黑美人来的更为油脂 更为好更为丰富 就是那几乎是他的快要接近一半多一点 就是油脂上来说加选四号比黑美人更好 口感更好 再来就是我们特别把这个黑美人标示颜色比较深 是因为他在转色的时候 他会转成暗红色 那加选四号加选二号红星园 他们都会转成红紫色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加选四号二号跟红星园 都带有紫色的特质 而黑美人会比较明显的是暗红色 好这个也是要特别的去关照的 当然你会说我为什么需要去知道 他会转色不会转色 重点就是会不会转色 关系到了他的后手期 而后手期关系到了你将来打开开果的时候 你吃到的这一颗酪梨是不是成熟的 完全成熟的酪梨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但是如果你在酪梨还没有正好完全成熟的时候 你把它开过 那它的风味就不会完全到位 所以呢我们只要去认识 他会不会转色 会转成什么颜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关系到他的后手情况 好再来三红就是红星园 昂甘以及十月红 他们的产期 亦序从七月到九月 在不转色的四种酪梨当中 有两款是中生在夏天的时候 品种是竹起早生以及滤金 那晚上的品种就是秋冬你会吃到的有两款 一个是后儿 另外一个是秋可德 在这四个这个品种当中 含油量最少的是竹起早生 含油量最高的是后儿 后儿的这个粉丝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他真的有够好吃的 那在这四种酪梨当中最大颗的 圆滚滚的身材圆滚滚又很大颗的 就是秋可德 你如果在十一月吃到很大颗又很高大的 一定是后儿 你在十二月吃到非常大颗又圆滚滚的 一定就是秋可德 现在我们要来讲一讲 就是早生的两个品种都是会转色的 黑美人跟加选四号 所以如果您在六月的时候就开始吃到的酪梨 一定都是会转色的酪梨 就是黑美人跟加选四号 好时间来到了七到九月 进入这个七到九月的残期 就是所谓的中生 那么您在市场上会遇到的品种 就是红心园以及加选二号 这个是会转色的 那么竹起早生跟台农滤金二号是不会转色的 这当中你会发现到 其实他们的油脂 就是越接近八九月 油脂会更多一些 而且在大小上面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都是还蛮平均的 就是大概就是四百五到五百到五百五之间 这样的一个大小 那我觉得这个大小其实是最适合每个人一天吃半壳就好的量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生 也就是九月之后呢 开始产出的品种 会转色的油昂甘 以及十月红 不会转色的 中十一月开始进入产期的油后儿 以及十二月进入产期的油秋可德 好 那所以大家就知道咯 如果这些不同的时期 您吃到的会是怎样的一个品种 那他的后手后手的习性 你就要每一次都要学着去拿捏哦 每一个品项的酪离 他的后手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吃后儿吃秋可德 吃十月红跟吃昂甘 你都要有越来越专业的拿捏才可以哦 那你会说花这么多时间干什么 毕竟他是全世界最 这世界上最营养的水果 就花一点耐心认识他吧 在这个图表上面 我们看到的是完生的两种品种 上面的十月红是会转色的 下面的秋可德是不会转色的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后手时期 你自己去拿捏 不过我们要特别讲的就是 十月红哦 他的外形 你看哦 他是820克到1100克 而秋可德呢 他是680克到1140克 那我可以诚实的说 你在市面上哦 十二月十二月份吃到的秋可德 秋可德随便一颗都是 八百六八百八九百 然后九百二九百四公克 就是都是非常巨大圆滚滚的 十月红也都是这种情形 所以十月红跟秋可德的外形 其实是非常像的 他们都是圆滚滚的一颗 像哈米瓜那种大小 那差别就是 你要很庆幸说 这两种 那这两款 他不但是一个会转色 一个不会转色 这是很很大的差别之外呢 那么他的产期不一样 十月红是十月到十一月 那等到十月红的时间过去了 你如果又看到那种很大颗圆滚滚的 那就是秋可德 秋可德的时间是十二月才进入产期 那因此你就要特别注意 如果是在十月十一月吃到 圆滚滚超大型的洛黎 这是十月红 你要等他转红色 那如果是秋可德 是十二月到隔年的二月 他不会转红就可以吃 他是不转色的 好这两个你要注意 那当然你也想 我也许想问说 这两款圆滚滚的洛黎 他的油脂量如何呢 好讲一下油脂量是 秋可德胜 秋可德的油脂量是十到十五percent 非常非常的高 那十月红只有五到八 大概就是一倍 就十月红的油脂量 只有秋可德的一半 你就知道秋可德有多么的好吃 好吃到一个无法形容的地步 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些quiz 让同学们去思考一下 我们下面的题目都是跟洛黎的品种 还有洛黎的产期 还有洛黎转不转色 洛黎的大小 以及洛黎的油脂分布有关系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测验一下自己吧 好第一题 请问在六月的时候 您会知道的洛黎会不会转色 六月的时候吃到的洛黎 其实都是会转色的 所以六月是早生品种 那么油香黑美人 以及加选四号 都是会转色的 所以六月买到洛黎 你一定要等一等 再来就是 好第二题 六月吃到会转色的洛黎 是哪两种品种呢 黑美人加选四号 七月份会吃到的三种洛黎是哪三种会转色的品种呢 黑美人加选四号 以及洪新元 所以其实到七月的时候 这个洛黎市场的竞争力就会提高 对不对 那我建议大家 比方说 黑美人是六月就开始上市 那你吃六月的黑美人是比较好吃的 因为七月就是它的尾端 那加选四号也是这样 洪新元是七月开始进入产期 所以你会发现洪新元最好吃的时候一定是七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就会最典型最标准 第四题我们要问的是八月份会吃到的这个会转色的洛黎是哪两种品种呢 好就是洪新元以及加选二号 那么这两颗呢 其实大小差不多 然后握在手上刚好就是一颗的大小 那油脂来讲的话 加选二号的油脂比较高 第五题 九月份会吃到转色的洛黎是哪三种品种呢 洪新元 加选二号 还有昂甘 这三种都是非常非常好吃 尤其是油脂 最丰富的 其实就是昂甘哦 大家其实都很喜欢昂甘 那建议大家一定要在 比方说刚讲到的每一颗洛黎刚上市的第一个月去吃那种品种就是最好吃的时候 第六题请问一下十月十一月吃到会转色的洛黎是哪两种品种呢 好这六种都是会转色的哟 那两种是十月十一月会吃到的 答案就是昂甘跟十月红 请问会转色的洛黎当中油脂最丰富的是哪一种呢 油脂最丰富的会转色就是昂甘啊 你常常听人家讲昂甘昂甘 因为它是会转色的洛黎当中油脂最丰富的 所以会转色的洛黎当中大家最爱的就是昂甘 请问一下会转色的洛黎它体型最大颗圆滚滚的是哪一颗呢 就是十月红 好我们看到哦 十月红它其实大到可以到1100公克 随便一颗都是850克起跳到950克之间 很大很大 简直像一颗哈密瓜 就是绿色的哈密瓜 然后转红之后变成红色的哈密瓜 圆滚滚的一颗超大一颗的 它的产期是十月到11月 这八题请问会转色的洛黎当中哦 哪一种品种它的体型最大像红色哈密瓜 转色之后十月红 十月红超大一颗的圆滚滚的 来请问一下会转色的洛黎当中 体型最小的是哪一种呢 答案就是加选4号 加选4号小小小迷你一颗 那大概你买回来之后 握在手上刚好一颗 那你切开来 一天大概吃半颗就够了 会转色的洛黎当中 后手会带有紫色成分的成色的是哪些 来请看到加选4号 红星元加选2号 昂刚十月红全部都会带有紫色 来加选后手之后 对不起 会转色的洛黎当中 后手之后带有暗红色的就是 OB0 OB0它不会有带紫色 但是它就是暗红色 所以6月的时候进入产期 拜托大家一定要观察一下 我们的OB0就是带着一种暗红色 所以13题再不转色的洛黎当中 下列合着是终生品种 也就是夏天吃的 好 答案就是朱七早晨 以及台龙绿金2号 台龙2号绿金 不转色的洛黎当中 哪一个是晚生品种呢 答案是后儿跟秋可德 好 不转色的洛黎当中 9月份你可以吃到哪一种品种 9月份你可以吃到的就是绿金 第16题 在不转色的四种洛黎当中 朱七早晨 台龙2号绿金 以及后儿还有秋可德 那么这四个当中 哪一个是11月到1月 是它的产期 好 答案是后儿 好 现在12月哦 也都还可以吃得到 洛黎后儿哦 这七题我们要问的是 不转色的洛黎当中 哪一个油脂是最丰富的 好 答案是后儿 所以后儿是非常非常多人 最爱的一种品种 因为它油脂非常非常丰富 台湾十大洛黎当中 油脂最丰富的就是后儿 所以后儿的粉丝 粉丝超级多的 第十八题 不转色的洛黎当中 油脂量最少的是哪一个呢 答案就是主旗早晨 很妙哦 这个不会转色的洛黎当中 优质最丰富的跟最少量的 都是不转色的 一个就是后儿 一个就是主旗早晨 第十九题 不转色的洛黎当中 哪一个体型是最小的呢 来体型最小的是二号滤金 然后再来就是体型最大的 其实后儿本身 它的这个体型也非常非常大 你买后儿回来 随便一颗都是八百克起跳 真的都是非常巨大高大的后儿 在刚刚上市的时候 后儿绝对是十一月的后儿 都非常高大 但是可能到了十二月到一月 我进入尾巴 后儿慢慢的会变得比较小颗 不然它早期哦 你吃到十一月上市的后儿 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水果 天哪有够大颗 有够漂亮又有够好吃的 好那到了十二月 你会吃到这个体型 比后儿更大颗的秋可德 秋可德随便一颗都是八百五十 八百六九千九百克 对不起 八百六八百八 九百克 九百二九百四 秋可德都是这样 而且它一颗圆滚滚的好可爱 它跟那个十月红一样 两个都是超大型的圆滚滚的 差别就是十月红会转红色 可是秋可德不会 今天就说到这里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敬请锁定 重阳研究院 拜拜 拜拜